在今天早上过来车展的路上 我同事还跟我说 如果我们的工作车 能换成一个大点的MPV就好了 这样的话 在这种非常繁忙的场合 就不用每天早上 各自从非常远的地方过来 并且在车展繁忙了一天之后 还要各自在打车回家 非常的麻烦 这步我就来到了 一气奔腾的展台 他们新发布了一个全新的MPV 叫奔腾M9 就是它 车款车今天刚刚上市 共有两款车型 分别是2.0T的尊享型 售价是22.98万元 2.0T的至尊型 也就是它的高配 售价是24.98万元 观看价格是不是非常有性价比 作为MPV市场的新进选手 我觉得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在这个全员Alpha化的 这么一个前脸设计时代 奔腾M9并没有落入俗套 你看它的前脸 共有9层的镀铁条装饰 非常的有层次感 让人无论是在车外面 还是在后视镜当中 一眼就能辨识出 这辆车就是奔腾M9 可以说这种非常大气的外观设计 是精准拿捏了 这个级别目标用户的审美需求 来到车身侧面 其实可以看到奔腾M9 它的侧身比例是一个 非常非常经典的MPV比例 它的车头比较短 然后车尾也非常的垂直 这样的话给人一种传递的理念 就是我把尽可能大的空间 都留给车内的乘客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点 是你看它们的轮胎 这辆车轮胎采用了一个 2560R17的这么一个尺寸轮胎 轮胎的尺寸其实非常小 这样的话呢 轮胎尺寸小了 轮包的尺寸就小 这样轮包侵占车内的空间 就会越来越小 这样的话车内的空间 就可以做到一个最大或的放大 要我说那些动动使用 19英寸20英寸轮胎车 根本没有把消费者对于车内空间的需求 放在心里面 并且在后期的保养维护上面 17寸的轮胎换一下 肯定比1920寸的轮胎换起来要更加便宜 省下来的钱 咱们买点排骨吃不香吗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车长 首先它的车长是5.28米 宽度是2005毫米 高度是1945毫米 而且轴距非常夸张 是3200毫米 你想想看 跟同价位的车型相比 不仅车长比它们还长 轴距也更长 这你受得了吗 我们从同价位的车型望过去 好像真的没有再比奔腾M9 还要再大的MPV了 所以我们现在上车看看 它到底有多大 在我们去第二排体验之前 我们先找行业惯例 给大家来聊一下前排的空间 首先坐进车内 给我最直观的感觉 就是这种米色配 浅棕色的这么一个双冰配色 可以在淡雅中 还反映了一点点 家庭的温馨感 整体的氛围 给予一种非常简洁明快的感觉 非常舒适 整体中中台的T7布局 也是一目了然 除了前方的全液晶细表盘之外 中央还有一个12.3英寸的液晶屏幕 在下方还保留了 空调部分的实体按键 我觉得这个级别 这个需求的车 就要搞得非常实用一些 让大家用起来非常直观 非常舒适 毕竟这个车内空间 很有可能是别人 12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办公环境 就要怎么实用 怎么来 而且下方这个悬浮式 中中台的操作 我觉得布置也非常好 给下方留出了很大的储物空间 比如说两个充电口 EAEC 下方放手机的储物槽 还有杯架 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央扶手箱 这里还可以无线充电 我觉得就各个常用的沟通来说 这辆车布置的还是不错的 而且我注意到 在驾驶坐姿方面 这辆车做的也比较好 因为在之前 我试驾过同级别的其他车型 因为我身高是195公分 所以坐在前排 有时候如果前排调整的幅度不够大的话 我是很难找到舒适的坐姿的 但是在奔腾M9的车上 我很快就能调整到一个自己舒适的坐姿 无论是座椅还是方向盘 都有比较宽裕的调整幅度 像我这样坐进来 能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驾驶坐姿 长途驾驶也不在话下 来我们现在上第二排去一下 这辆车顶配的奔腾M9 是具有单侧电滑门功能的 而且采用了一个 二级踏板上车的这么一个配备 注意前排坐姿 现在调整的依旧是我195公分人的驾驶坐姿 你看我坐在后排这个腿部空间 并且我这个第二排的座椅 并没有调整到最后的位置 你看这样的空间是多么的阔绰 无论是腿部的空间 还是头部的空间都非常宽裕 而且我刚刚上车的时候 发现一个这辆车比较小的优势 是在于什么 它的整个中排开口宽度很快 我刚查了一下数据是78厘米 像我这个身高195公分的人 身材比较庞大 有时候上车不是撞地柱 就是撞后门 那刚刚上车动作就比较自如轻松 而且这个车门采用了一个 二级踏板上车的设定 它一级踏板离地高度是378毫米 你知道我们大家都熟悉的G28 这个高度是多少吗 是395毫米 而且在顶配车型上面出现的 这一对中排的座椅 我觉得在配置上面也是诚意满满 首先你看整体座椅造型就比较的宽大 尤其是这个靠背 它的高度很高 而且肩部的支撑非常宽裕 像我这样身材庞大的人坐在这边 都有很充足的贴合度 非常的好 而且头枕采用了一个非翼式的设计 哪怕是你躺着需要休息的时候 它都可以调整两侧的护翼 来支撑你的头部 并且这张座椅还有很多的功能 加热通风这种非常基础就不说了 并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张座椅都是配备有腿托功能的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腿托的设计 确实能给人带来实际的 沉托效应 如果你再把后排的靠背再调痒一些的话 这个整体的坐姿就会非常的舒展 这个时候勒上安全带 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放松的坐姿 而且整个安全带是固定在座椅上面的 哪怕你采用一个像这样比较躺的姿势 在后排休息的话 这安全带都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约束作用 为了给大家充分展示这辆车的纵向空间有多夸张 特意把前排坐姿固定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第二排滑动距离啊 范围有多大 这是最前腿部将将顶到 这是最后 腿都伸不直了 你看这么大 是不是非常充裕 现在我们来到了奔腾M9的第三排 你看看这个坐姿才叫第三排的坐姿吗 对不对 大腿可以很轻松的落到坐垫上 整体坐垫比较长 能给大腿起到比较好的尘托 而且整个坐垫又是比较柔软的 而且中排座椅又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坐姿 你看我坐在后面 195公分身高的人 膝盖都不会碰到前面的靠背 这样充裕的空间 我觉得身材标准的人坐进来非常的轻松 而且我再次强调 如果有长期拉六个人拉七个人出行的需求的话 真的一定要买一个大尺寸的MPV 这才是对所有乘客的舒适性都负责的表现 而且后排的配置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区间也是比较丰富的 空调出风口 背架这都是一音俱全 而且后排的侧气帘都是能覆盖到第三排的 我觉得这辆车第三排舒适性还是不错 都说三百座MPV的后备箱空间是一个痛点 我们来看看本腾M9的表现是怎样 各位看 在刚刚我已经坐过的第三排的座椅没有动过的情况下 它的后备箱的容积还是比较可观的 根据厂家公布的数据 在三排座全部使用的状态下 它的后备箱能有620伸 这是在同级别都领先的一个属品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辆车的动力系统 毕竟能跑得起来的马才是一匹好马 对不对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这辆车使用了一个2.0T的无伦自家发动机 峰值功率是185千瓦 最大扭矩380牛米 这样的一个发动机 搭配了一具来自爱信的8AT自动变速箱 在理想状态下 可以在8.9秒内完成0到100公里的加速 我觉得这样的动力帮助老板取一个800里加级的公文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并且这套系统还有48伏轻稳系统的加持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这辆车的百公里油耗 可以控制在8.9升的水平 所以等有了试驾车之后 我会帮大家再详细测试一下 它究竟有多水油 当然了除了新鲜上市的M9之外 在Benton的展台上 还有一个基于M9低配版本 改装的一个多功能车型 可以看到它可以延伸出更多场景 和更多用途的变化 这辆改装版车型不仅有一个顶杖 在它的后面还有一个可以展开来的咖啡区域 想象一下如果开着这个车去郊外 带着你的家人露营的话 是不是会非常的幸福 当然了除了这辆车之外 在展台的另一侧 还有一个奔腾全新推出的紧凑系SUV 叫T90 这辆车主打的就是一个智能 当然了除了这两个车之外 在奔腾的展台上 还有一气首款V型纯电轿车 叫奔腾小马 我相信如果这两款车一直秉持着 一气奔腾一直坚持的高性价比策略 我觉得这两款车型在上了之后 一定可以在他们所在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 看了这么一大圈感受下来 我觉得是时候跟老板提一提 要把工作车来换一换 你想想如果开着这辆车 带着摄影师出去进行拍摄的话 那还不得抢着做第二排 关键是这辆奔腾M9在20万出头的价位区间里面 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形 可以说是比它便宜的没它大 比它大的又比它贵 在性价比这方面可以说是再次拿捏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需要一辆空电大 坐得又舒服 并且性价比又拉满的MPV的话 奔腾M9真的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谢谢大家